起必皇上 探子回报 高定的援军已经入城 新朝的兵马则不知所松 下去吧 是 他们败走卖城 定是不敢与高定交锋 唯有退避三社 姓帝这个狗皇帝 大敌当前就成了缩头乌龟 看来皇姐是气人忧天了 但愿如此吧 愿然公主 不如就留在大堂吧 也好和皇姐做个伴 谢皇上 愿然苟存性命与乱世 甘于服侍仇人身旁 无非想效仿勾剑 卧薪尝胆 以报果恨家仇 如今大仇未报 岂能亲眼放弃 愿然愿意回到新朝 四季报复 如果皇上不弃 愿然愿意与您理应外合 为大堂效力 好一位杨眉女子 极致可嘉 那么朕就祝你早日得报大仇 铲除新狗这个暴君 也好为朕出一口乌气 谢皇上 沈将军 鲁来预染公主 是你出的主意 岂料那新狗 冷酷如丝 朕险些得不成诗 你现在得想个办法 将预染公主送回去 还不能让新帝发现 末教会再想办法 定不负皇上所托 嗯 禀殿下 新朝大军突然从西面折返 啊 习有私利 新帝这个狗皇帝 竟然死心不息 来一个回马枪 高定的军队如何 可有将之击退 回殿下 高定的军队刚刚进城 他们不但没有反击 反而 快说 他们进离音外合 联手攻下陈池 他们现在朕杀入皇城来 啊 这 黄杰 竟然不幸被你言中 这 这该怎么办哪 皇帝 你赶快逃离皇城 一宝大堂 最后一点龙脉 不好 朕 朕要带你一起走 不 皇帝 我要在这拖延敌军 好让你逃脱 这 这 这要你一起走 皇帝 你要以国家为重 我义已决 你快走 这要我哪里逃生吗 到新朝京城 什么 那不是自投罗网啊 不怕山游虎 偏向虎山行 殿下所言 甚有道理 谁能想到 南唐的皇上 竟然会跑到新朝 只要皇上隐姓埋名 乔装改办 是没有人能够认出龙眼的 按照惯例 仙帝不会杀女娟 到时候 他一定会押我到新朝 当俘虏 皇帝 你到新朝后 就打听我的消息 我们到时候再重逢 对 皇上 与其漫无目的地四处逃亡 不如孤注一掷 还有可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呢 好 朕孤浅一事 就到新朝去 可是 可是我们怎么重逢啊 皇帝 你听过破镜重园的典故吗 到时候 你又把他当作戏幕 我就知道是你了 我不要 我不要离开你 拿着 不要辜负郡主的一片心意 沈将军 事关危急 北英各安天命 唯有皇帝 不失实物 能否请将军 护送他一程 好 臣愿意效劳 皇上 请 事不宜迟 赶快走吧 快走 走啊 羽然 又一事不解 不知郡主 是否可以直言相告 说吧 其实你刚才和皇上 可以一起逃出皇城的 为何执意要留在宫里 莫非 命有隐情 羽然公主 果然心细如成 郎花多年一来 与皇帝相依为命 无奈 皇帝生性懦弱 优柔寡断 事事都要我为他做主 早已惹来群臣非议 我为了大唐 也只有一只哑人 其实 早已筋疲力尽 原来如此 郡主男女中豪杰 可惜世俗 重男轻女 不然郡主 一定成为一代明君 如今国破家亡 我已无力回铁 让皇帝独自历练一下 他或能成为真汉子 意味可料 再说 我是个女流 若贸然逃出宫外 下场可能会更惨 与其孤身犯险 倒不如留在宫中 尚有一线生机 若能像玉冉公主一样 收入宫中 也不是安身立命之所 郡主才貌双全 亲弟纵然可恶 也会怜香惜玉 你就放心吧 但愿吧 以前陪皇帝听政 事事上心 既要安抚皇帝 又要应付群臣 简直苦不堪言 说出来你被见笑 郎怀 现如今觉得一身倾诉 大皇国奴 竟比当郡主容易得多 我们还是去殿上吧 免得他们四处搜寻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你们去搜 看看他躲在哪儿 随便 随便 搜 臣没想到 他会这样就走了 你就是常乐郡主 常乐郡主一心投向新朝 特意在殿上等候王爷 欲然称呼阁下为王爷 想必 你就是靖王吧 嗯 常乐郡主乃千金之躯 既然已经投向新朝 望王爷要以礼相待 切勿以罪眷处置 王爷不必 国有国法 如今 我只是阶下之囚 也不想为难王爷 王爷 王爷只要依礼 叫我捆腹即可 绝不敢有怨言 你回来了 玉燕 朕让你受苦了 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真的没受伤 那我就安心了 别人 走 你 我 主计 我 ố you 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